道德观察 80后小夫妻创业不为前 父母愁 家长愿 为何做了好事还要受埋怨 面对困难 小夫妻能否坚持下去 能否朝着自己的理想迈进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公益幼儿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是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山前村育心幼儿园 中班的孩子正在上课 在老师的示范下孩子们玩得都很高兴 山前村育心幼儿园 山前村育心幼儿园 这两个人 这幼儿园不大 设施也不是最先进的 但是园里的孩子总是爆满的 家长们舍尽求远 也得把孩子送到这来 因为名额有限 很多孩子想送都送不进来 这个幼儿园怎么这么火呢 告诉您吧 上这个幼儿园 不要钱 雨昕幼儿园是从2010年开始免收学费的 当时幼儿园有一百多个孩子 每年的学费算下来还是很可观的 个人开办的幼儿园不收费 这不成了公益的幼儿园了吗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 事情还要从陈亮和庞秋香的爱情说起 土生土长的陈亮学过厨师 曾经开过一家小餐馆 当时在市区一所幼儿园上班的庞秋香 经常到餐馆吃饭 我当时是学的厨师专业 然后他在市里家幼儿园上班 然后等地方开了个块碳店 然后他经常去我块碗店吃饭 一来二去两人相识相爱 陈亮把性格开朗的庞秋香领进了家门 陈亮的母亲高璇与庞秋香也非常的投缘 不久陈亮和庞秋香就牵手步入婚礼的殿堂 婚后陈亮的母亲就把自己经营多年的育心幼儿园 交给了儿子媳妇打理 当时我婆婆说 我这个年龄也大了 然后跟这个行业吧 外外也跟不上这个节奏了 就是你看你各个方面的能力也挺好 然后你跟陈亮两人一起干的 本来就是幼师专业的庞秋香如鱼得水 既是院长又是老师 把幼儿园经营的有声有色 陈亮兼司机兼修理工 两人事业上配合默契 生活上恩爱有加 不久 庞秋香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本来日子就这么顺顺当当的过着 两个人的积蓄也在慢慢的增加 但是有一件事触动了小两口的神经 他们的想法也变了 他们所在的那个农村 后来规划成开发区了 来这个幼儿园入托的 除了当地农民的孩子 就是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他们的生活都不是太宽裕 当时一个月的学费是180块钱 伙食费一天一块五 孩子们可以选择在幼儿园吃 当然也可以回家吃 庞秋香就发现有些孩子 中午家长就接走 下午再给送回来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孩子们 吃不惯幼儿园里的饭 后来才知道 家长们是为了省下这一块五毛钱 幼儿园里中间加餐 没交钱的孩子就眼巴巴的 看着别的孩子吃东西 这让庞秋香心里很不适滋味 幼儿园吃的其实并不是有多么多么的好 但是孩子之间的肯定是要眼馋 一部分孩子吃一部分看 你想想那个眼神 其实就是这样的事挺多的 庞秋香就在陈亮面前念叨这事 从小在幼儿园长大的陈亮和家长也熟悉 也确实了解 有些家长生活不富裕 也碰到过家长想缓交学费 看见他就绕道走的现象 山东汉子陈亮爽快地安慰着老婆 没想到看似玩笑的一句话 不久有了实施的可能 家里的房子因为拆迁 得到了七十万元的补偿款 陈亮是家里的独生子 妈妈就把钱交给了儿子媳妇 妈妈想让他们趁着年轻 干点想干的事情 没想到小夫妻想干的事情 是让孩子们免费上幼儿园 庞秋香说 当时他俩的想法很简单 幼儿园里最大的开支就是老师的工资 有了这笔拆迁款 用来支付老师的工资 起码可以支撑几年的时间 考虑到当时免费的时候 那我们房子是自己的 不用要房租 然后孩子吃饭吧 那么你交收付费是一天六块钱 其他没有什么费用的 那就想到还有这个老师工资 那时候老师工资才一千到一千二百块钱左右 你光拿着妻子呢来说的话 挣个十年没有问题 两个年轻人商量好了之后 兴奋地回到家中 给爸爸妈妈说了自己的想法 没想到被妈妈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后来我就变脸了 我就说 你知道不知道 一个人干净好事并不难 那是一辈子做好事 我说你弄一 继续继续让他说下去嘛 我总觉得孩子太年轻了 想法也太简单了 夫妻俩就软磨硬泡 劝说妈妈 看到两个孩子非常执着 妈妈高选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的想法 但是对幼儿园不收费这件事 还是充满了担忧 你总不能干着干着 就交账 我今天干完了 我明年不干了 交账会什么需要 2010年9月的一天 郁新幼儿园贴了一张醒目的通知 通知上说 从10月1号起 幼儿园免收学费 因为学费都是半年一交 两人决定把家长已经交的学费 退还给家长 家长知道幼儿园免费的时候 开始是不相信的 后来钱退到手中 才相信幼儿园是真的不收费了 免了这些学费 觉得对你家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对有一定的帮助 家庭条件吧 还不算什么太好 老家还有硬 因为我接触了很多孩子家庭 家庭的孩子的父母 他们对这个院的做法 对他小两口的做法 应该说特别感激 这就是很多困难 家庭的很大困难 很大困难 幼儿园免费的第一年 收入虽然减少了很多 但庞修相说 他和陈亮感到很幸福 他们和家长的关系 更紧密和信任了 而且他和陈亮 快乐似乎也更多了一些 以前就是两人还半个走 也八一有点什么事 但是好像反而多了这个事之后 你钱自然数少中了 但是两人好像比以前更开心了 到时候见了以后 跟你叔叔好 阿姨好 就是今天那种盼盼的笑 那种本人的那种东西 有的时候 喜欢比接钱 给他一些东西 第一年 小两口很有成就感 可到了第二年 他们就有了压力和烦恼了 这个幼儿园不收钱 家长们见谁跟谁说 更多的家长也就慕名而来了 可这个幼儿园 他只能容纳150名学生 很多家长就没报上名 没报上名的 有的就不高兴了 说你们不收费就是为了捞名誉 现在有了好处了 你们就不收孩子了 是吧 还有说别的闲话的 这些都让唐秋香和陈亮 感到非常委屈 像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因为是不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事 可能有时候可能想 有的地方给他拨款 给他赞助 说不定比那个 他们比他们收学费的时候 挣的钱还要多呢 可能是 所以当时的时候 还听这些话 就是觉得挺委屈的 其实让旁秋香更委屈的是 因为免费几年下来 他们为幼儿园搭进去 有一百多万元了 因为免费 把父母都给拖累了 幼儿园去年还买了一辆校车 为了省钱 陈亮专门考取了驾照 每天五点起床 接送孩子 如果说你七十万的话 其实已经早就花满了 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报名一下来就是 就感觉就是特别多 过来报名的 亲戚朋友邻居 然后全都过来报名了 咱们这边其实就有点放不下了 在当时就在那个 我们那个临港开发区南西那边 又在那边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开了一个分源 正好那边的孩子 就可以在那边上学 来的孩子太多 为了满足周边家长的要求 他们在附近又租了一个房子 建了一个分源 婆婆高璇本来想在家养老 但看到孩子们太辛苦 就义务为他们种菜 减轻他俩的负担 老感觉就是跟父母去 让父母再跟你陪着你一起 这样做 就感觉好像于心不忍 挺愧疚的 因为不收费 本来美好的愿望和计划 很快被现实打乱 老师工资的增加 客桌椅的翻修 各种费用的增加 几乎让他们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本来准备安详晚年的父母 又开始创业 搞养殖 补贴幼儿园 我心想 以前吧 我也是会赶这个 这个药丢的技术 我这个药丢丢 把这年的费用 起码能一直重下来 你不能随便把脚的钱 花的空空的 能一直想赶别的 时代一般了 本身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吧 其实就应该享受的一个时候了 那就是反而跟老伯们 有点拖劳 反而一段时间内 感觉就是挺愧疚的 感觉对他们 面对各方面的压力 小夫妻能否坚持下去呢 倔强的陈亮是这样说的 学校这事情做了以后 可能他做了有点大了 就有点过了 然后现在他竟然做了 他也不能后悔 然后他也去努力 就是尽力跟他努力去努力 去终取 他越来越好 他们的困难被家长知道后 家长们也都非常感动 有的家长主动拿来学费 让他们收下 见面小费我们特别感动 我们出面在外打工很不容易 然后那个孩子站在身边 家庭老人也不在身边 我们交给这样的幼儿园 我们感觉很放心 在这个幼儿园上学 孩子我们都挺放心的 不管从哪个方面学的也好 孩子学东西也好 比如说舞蹈啦 为什么各个方面 我们都很放心 小猪是外地来本地打工的 孩子送到这个幼儿园两个月后 被查出了得了急性白血病 举目无亲的小猪非常着急 庞秋香就主动联系医院 为孩子筹款 使得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病情得到了控制 得到这个病以后 找到庞院长 庞院长如果积极着 帮着给出货 给联系人 给捐款 庞秋香说 每当看到孩子的笑脸 看到家长信任的眼神 他的内心就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孩子见了你之后 你种迫切的眼神 庞老师你好 然后庞老师今天你真漂亮 现在孩子特别会哄人 就觉得自己可满足了 可有成就感了 这个幼儿园里的孩子 都非常有礼貌 看到客人就会主动问好 我不认为孩子现在应该 学多少多少的看字 学多少多少的拼音 我觉得可能是幼儿教室 其实作为一个启蒙老师 任务其实得认是挺兼具的 庞秋香说 看似幼儿园老师 就是领着孩子玩玩 其实作为幼儿的启蒙老师 他们起的作用非常大 一言一行 也许能影响孩子一生 所以作为幼儿园老师 更要为人师表 给孩子们起到一个好的示范作用 我们这边有一个石油大学 他们有一个爱心社 有一个清协爱心社 他们每个周六就帮我们来收拾收拾费生 跟孩子一起来都做游戏 然后其实对我们也是帮助挺大的 2012年庞秋香还被破格评为青岛式的劳动模范 从这个学期开始 附近大学的同学们都利用业余时间到幼儿园免费为孩子们上课 还有其他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 也经常到幼儿园看望小朋友 让孩子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更多的我感觉还是舒服还是感动 像现在幼儿园里面有很多的工艺组织了 一些单位都会来到幼儿园里面 总之我们做这个事挺值得 我感觉孩子收益了 我们的里面还收益了 2013年的元旦 当地政府还专门来到幼儿园看望了孩子们 并送来了米面 大家的支持让这对小夫妻的心理有了强而有力的支撑 这对小夫妻说他们的钱虽然少了 可是他们得到了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 很多荣誉 大家的认可 还有尊重 他们是孩子们的老师 可是孩子们清澈的眼睛让他们的心灵也变得清澈 彭秋香和陈亮说 就算再难再苦 也要把这个幼儿园一直做下去 小夫妻能有这样的想法 确实让人敬佩 但他们也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既能方便家长 也能让自己的善良意愿走得长远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